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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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作为同修先开注解二百零二页 二百零二页 请看第五行 一般而论则大圣经典菩萨众当机 小圣典籍二圣当机 这是一段 一般来说 方等经典 般若不得经典 菩萨他们能够学习 而这个 斯阿寒 这是于小圣的典籍 身为原觉学没有困难 为此净土奇特书庙 独标一格 古有诸说 下标三历 前面的情况比较特殊 那这里就讲到净土法门 它这个对象 跟前面所讲的很不同 这个法门 在讲净土法门 谁是当机者呢 前面我们有看到了 能信能愿能练佛的人 都是属于这个法门的根器 哪些人当机呢 人人都当机 那古人呢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这里也摘入了一些 我们来看看 第一种 上辈往生 为是菩萨 本经明三倍往生 每倍再分三品 则同于观金中之九品 唐散导大师以前之古德诸师 为往生极乐上品上生者 是四地至七地以来菩萨 上下品是大圣总心以上至粗地以来菩萨 中品上生是小圣三国 若如是解则九品之中 上品为是菩萨圣众所生 中上品是小圣所生 从上上至中上四品凡夫绝分 这是一段 在唐朝善导大师之前呢 一些法师呢 就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 那我们看了他们的说法 在对照善导大师的讲法 那还是相差挺大的 接着呢 是第二种说法 本为凡夫 兼为圣人 这个讲法是根据 善导大师 他老人家 与所诸观经四帖书 破前说约 这就是讲得蛮清楚的 善导大师呢 不认同前面的那一套说法 那导公怎么讲呢 如来说此十六观法 但为常末众生 不甘大小圣也 观经呢也称为十六观经 那这部经是为哪些众生而说的呢 是为常末众生 不官呢 大圣小圣 这个常末众生 常末就是指常沉默于生死海的众生 我们就在这其中 所以啊 善导大师的意思是 为佛说观经中之九品往生 只为成立之众生 这次讲呢 观经里面所讲的九品往生 是对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而说的 这个投出啊 是说我们在三善道 投末呢 是指的三恶道 用这个来做比喻 投出投末 而非专为菩萨与阿罗汉也 所以说 这部经呢不是专门对菩萨讲的 也不是对阿罗汉披着佛说的 他主要对象是哪些呢 是六道众生 有云 有云 有看此观经定山 即三倍上下文艺 总是佛去世后 武作凡夫 但以欲缘有益 制令九品差别 这一段的提示啊 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尤其这里所讲的两句话 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西方净土有三倍九品 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 这个但就是但是咯 但是 以 以就是因为 但以欲缘有益 这就是我们大家遇到的缘分呢 不同 就会产生呢九品的差别 所以 有的人遇到的缘 不是很好 他的品位呢 就稍微低一点 如果遇到的缘很殊胜呢 他的品位就高了 哪些是缘呢 老师 同餐道友 还有良好的修学环境 我们现在的缘好不好啊 挺不错的 怎么说呢 我们能够遇到夏年宫的会计本 又能够读到黄年老的集注 你看这个集注啊 总共有一百九十三种经论书 这可了不起来 八十三种经论 一百一十种主师大德的注解 都把里面重点收录在其中 再加上师父上人给我们详细的解释 所以这个缘呢就超过古人 同时我们还有尽忠道场 像这个念佛堂给我们呢 免费使用 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下面再来解释了 何者哪些呢 上品三人是于大凡夫 中品三人是于小凡夫 下品三人是于恶凡夫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面都有提到凡夫呢 所以他不是指的菩萨 也不是指的身为原觉 主要是指的凡夫 富云 今已一一粗文显正 欲使今时善恶凡夫 同瞻九品 生性无疑 成佛愿力 西得生也 善德大师说 经已一文显正 这个文都在观经四帖书里面 所以导公他所讲的话 都是有根据的 都是根据观经而讲的 那前面我们看的第一种说法 是没有经典的根据 你看那些法师 他们认为什么呢 上品 上上品 往生的是四地到七地的菩萨 这就非常高了 那上中品呢 是初地到四地 上下品呢 是大圣总性到初地 中上品呢 是小圣三国 他们这样子讲啊 其实 没有经典 作为这个依据 而导公大师 他写的一个注解是在唐朝嘛 所以他在注解里面说 今时 其实我们要知道 那个今时 不但是包括在唐朝那个时候 也包括 也包括我们现在 2022年呢 也包括 所以它是超过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善恶凡夫同瞻 九品 这个瞻呢 跟那个三点水那个瞻 那个瞻 相通 就是 它的本意就是 敬师 比喻呢 受人恩惠 所以这句话就是讲呢 我们 凡夫啊 那 升到基督世界 三倍九品 通通都有份 上品三人 遇到的是大心凡夫 中品三人遇到的是小心凡夫 下品三人 下品三人遇到的是造恶的反复 所以我们的心要扣大 所谓的量大 复大 由于行卷祭前 开示大无量寿经之基曰 其基者 则一切善恶大小凡于也 你看 这里也印证了善恶大师所讲的话 所以讲的根基哦 谁是根基呢 一切 这就 所有众生都包括在里面 所有善恶大小凡于 凡于就是指的凡夫嘛 后面是念老所讲的 大师之说 这是指的善恶大师 导公所讲的是 善恶圣心 下恰群姬 善恶大师所论述的 是对善呢 契合阿弥陀佛的本愿 这个圣心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那对善呢 群姬 它符合一切大众的更新 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建造极乐世界 它的目的就是要 度尽虚空法界所有众生 尤其是 对于那一个六道众生 造的最重的五力十恶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奢化的对象 那我们众生可不可以这一生成佛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我们这辈子可以成佛呢 经常讲得很清楚 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观经里面讲吗 是心是佛 都有佛心 所以我们成佛呢 在理上讲 是绝对做得到的 后面呢是一句赞叹的话 十大有功于净土 善良大师前面这个解释啊 对于净土的功劳太大太大 故忠日诸诗 多忠此说 所以中国日本的这些尽忠大德 对于导公大师的说法呢 都完全认同 都是呢 遵从大师的讲法 下面举了个例子 如日 这是日本 和赞云 第十八愿 十方众生 三倍众生 皆是俱福凡夫 是其积也 这些话我们都要很仔细看了 这都是把我们呢 包括在其中了 俱福凡夫 俱就是俱足 福呢就是烦恼的代名词 一品烦恼都没有端 但怎么样呢 是其积也啊 我们也是其中的根性的人 后 傅云 下面再举呢 韩国的高深 如元晓云 这是元晓大师 四十八大愿 初先为凡夫 后兼为三圣圣人 的的确是啊 这个四十八愿呢 我们看 他前面的四十三愿 都是为了 六道众生 后面的五愿呢 是为了 三圣圣人 身为元晓菩萨 所以这个法门呢 不但六道众生可渡 这些正果的圣人呢 也都能够修成功 故知 净土中一 本为凡夫 兼为圣人也 所以净土中 大家看 他这个宗旨 本来是为了 哪些众生呢 凡夫 六道凡夫 同时呢 也包括这些圣人在内 大家只要肯修 具足信愿行 全都是当机者 此说 只要妙 这个妙就是重要 妙呢 是唯妙 就是说这种说法呢 太好 太妙了 在于直线如来 度生无尽之悲愿 扫尽凡夫 退窃之心 退窃 就是退缩 不敢向前 如果按照前面呢 那其他法师那种说法 那我们六大众生一看 信心就没有了 就觉得说 这我们 这一生没有指望 所以啊 还是善德大师呢 讲的正确 讲的呢 详细 那日本的高僧 法人上人 韩国的元晓大师 也都是呢 跟善德大师 讲的是一样的 当然 日本高僧跟韩国的高僧 他们的看法 都是 效法 学习 善德大师的说法 因为他们都来到中国 亲近过善德大师 普令正信此法 发心念佛 成佛愿力 悉德往生也 说了这些啊 有个目的 就是要 帮助我们真正相信这个法门 不要怀疑 念这句佛号呢 要用最真诚恭敬的心 来称念 这个法门好 好在哪里呢 它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 说实在话 除了念佛法门之外 我们修备的法门 都不能够成功 这讲的是真话 下面呢是第三种说法 专阶上根 旁极中下 念老说 此说 从文字表面上 是同于假 而反于矣 实则 与矣同 这前后嘛 一共有三种说法 那这里所讲的第三种说法呢 看起来怎么样呢 好像是 跟第一种说法是一样的 跟第二种说法不一样 而实际上您再仔细看 它是跟第二种说法是相同的 第二段呢 那是真的 三根谱皮 利盾全收 我们仔细看 所以这个第三种说法 跟第二种讲的 是一样 它主张 主我背凡夫 均可值登九品 故于假根本相违也 所以说呢 这个第三种说法 跟假第一段所说的 是相违背的 也许我们内心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是上品 上根呢 好 我们看下面怎么讲 但此 为专阶上根者 盖孔世间 浅见之事 每位静忠乃 哉公哉婆之行 而彼是之 故作是说 以济之也 这里所讲的也是真话 何以兼得 世间呢真的有一些 潜见之人 他们看到一些 修净土法门的老菩萨 一天到晚呢 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说 问他任何问题 他答复的都是阿弥陀佛 他就小看人家 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他不知道 这些老菩萨都是什么 都是上上根人 人家功夫呢 纯熟了 下面再引用 莲词大师的说法 如弥陀书超约 有起性因缘分书 明 性未初心 有四种基 以理灿灭罪批出基 以修习止观批中基 以求生净 以求生净土批上基 出为业障众生 对于业障深重的众生 那佛就教他呢 理灿灭罪 为什么 他烦恼重 业障重 先要把这个业障忏悔掉 其实我们看普仙菩萨 十大冤枉呢 也是有强调这一点 所以出入佛门的人呢 一定要消业障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消业障呢 其实有一个方法特别好 就是拜佛 那我们希望大家每天呢 如果自己身体没有什么 问题的话呢 至少一天要拜三百拜 当然越多越好 接着 中卫凡夫二圣 这讲到中基了 中基呢是讲凡夫 跟身为原诀 是知净土是大圣菩萨所修夷 这就不是一般人了 有弥陀要解位持明 法门深庙 破尽一切戏论 斩尽一切意见 为马鸣龙疏 智者永鸣之流 彻底当贺得趣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上基 哪些人呢 只用信愿持明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说实在的 理呀 特别深 但是这个方法呢 又特别的方便 特别妙 此地讲到 破尽一切戏论 这是所有的教下 法神菩萨看教下是戏论 这个戏就是游戏 那戏论呢 那戏论呢 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开玩笑 其实佛门呢不赞成 这个戏论的 第二个 斩尽一切意见 这是指参禅的 中门教下都放下 这一句弥陀名号呢 可以说它超越中门 也超越教下 此地还举了一些例子 像马鸣菩萨 龙树菩萨 智者大师 有名颜授大师 他们都是上上根人 我们跟他们相比怎么样 远远不如吧 这些人呢 全部都是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净土的 他们呢彻底当贺得趣呀 他们有这个资格呢 担当 洪传净土法门的资格 念老进一步说 该因持名义法 乃至圆至顿 无上法门 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 故云深妙 说它深妙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说的 它真的是很深 我们今天呢 选择这一个法门 没有选错 因为这个法门呢 如同古代所讲的 它是至圆至顿 那个智就说达到极出 说圆满 它达到圆满 究竟圆满 那个顿呢就说快速 顿超 练佛法门呢 是最快的一个法门 我们怎么修呢 后面就教我们了 但莫直念去 这个莫直啊 就是笔直 一经 莫直 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一直 那莫直念去说 自自然而然就一句弥陀念到底啊 不假方便不落思量 我们不需要再加别的法门 就念这句阿弥陀佛 决定成功 直起直用 自得心开 这个直就是直即了当 真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练到最后呢 练到最后呢 你就大彻大悟了 彻底丹赫 的的确确 像 有名言说大师 你看人家是由禅宗 后来就转到尽头中 成为我们尽中的第六主 当下 当下破境戏论 这是超越教下 荡出一切季度分别 这是超越禅宗 故云如是深妙之法 唯有马鸣等肉身大事 是能直向承当 彻底丹赫也 这些大德呢 是上上根人 他入门是上上根 他往生极度世界呢 还是上上根 到极度世界是施暴徒吧 而 地前老徒上的徒弟 郭露匠老法师 他入门是下下根 但是他往生极度世界 就变成什么根了 上上根 我们敢不敢这样讲 这样讲过不过分 不过分 凭什么这样说呢 人家站了三天三夜 断了七夜 还能够站七十二个小时 这就是念佛的功夫嘛 下面再具体来说 马鸣大士 东天竹人 这个天竹就是印度 印度在我们中国的 东边 不是 这个东天竹 是指 印度呢 当时没有统一 他分为五个大部分 东南西北中 他是东天竹的人 或者说呢 东印度人 这位大菩萨 他是 传佛心印 为禅宗十二祖 忠心大圣 造大圣起心论 论墨 劝导众生念佛 求生净土 五 这个大圣起心论呢 他最后呢 是指归西方净土的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他老人家是念佛求生西方基督世界的 第二位呢 龙树大士 他是南天族人 所以龙树菩萨是南印度人 他是禅宗第十四祖 这就比啊 马明菩萨就晚了两代 第十四祖 开铁塔 就见到呢 金刚萨朵菩萨 金刚萨朵菩萨就是普贤菩萨 他是密宗初祖 后来呢 入龙宫去华颜金 他后来就被大龙菩萨请到龙宫里面 见到了华颜金 所以他是华颜宗的祖师 你看前面说他是密宗的祖师 然后又是华颜宗的祖师 赋予广造众论 厉宗净土 愣且经玄祭云 灯欢喜地 往生净土 龙树菩萨他也是净宗祖师 在玄祭里面所讲的 龙树菩萨是出地菩萨 欢喜地 往生到西方净土 我国称大师为八宗之祖 因天台南山法相三论诸宗 亦皆从为其宗之祖也 你看龙树菩萨在中国佛教界 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是八大宗派的什么 共同的祖师 天台呢就是法华中 南山是律中 法相是法相中 这是由玄奘大师的高祖 所创建的 三论宗的高祖呢是文殊菩萨 三论就是宗论 十二门论 百论 这里呢举了四个宗派 那我们把这个八大宗呢 稍微简单说一下 就是律中 华言中 天台中 三论中 法相中 真言中 真言中 真言中就是密中 还有禅中 净土中 八大宗 智者大师 诵法华 身心豁然 这是天台中的智者大师 他有一天呢 读法华经 入境界了 我们讲他得定的 这个叫会读经 得入法华三昧 请见临山一会 儼然卫山 这个儼然是金庄的样子 整齐的样子 根据这个古书的记载 他老人家念到法华经 要王品就入定了 在定中呢 见到释迦牟尼佛 还在灵旧山 讲法华经 他就看到前面呢 还有空位 他就坐下来 听了一会儿 出定之后呢 跟大家说 法华至今呢怎么样 还没有擅长啊 您从这个记录 也就能够推想嘛 那佛讲无量寿经 有没有善会啊 还没有 所以您如果念无量寿经 入定呢 说不定也能够怎么样呢 也到现场听释迦牟尼佛 讲无量寿经呢 在礼仪上讲是可有可能的 那么可以说在 中国有两位主师 对外国的法师影响力是最大的 一个是天台智者大师 一个是净土的善道大师 后面再说 智者大师他后驻天台山 创天台中 陵中又写西相 称念弥陀观音而及 因为智者大师戴这个头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往生的 所以后来的天台中祖师呢 也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接着呢 再介绍有名言说大师 据说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 于天台少国师 发明心药 这个发明心药呢 就是中文所讲的 明心见性 大师大物 来 法眼中敌孙 后专至敬中 他本来是由 参禅呢 侧屋 后来怎么样呢 专修念佛法门 那他老人家怎么修的呢 你看看啊 他是日诵鸿鸣十万声 这是他定课的 十万声佛 大家昨天念佛 有没有达到五万声啊 没人点头 你看 这个严寿大师 十万声 还兼行日课一百零八式 那这个做法一般人就做不到了 蒙观音大师 甘露灌口 庙会涌现 所以啊 他这个感应就来了 就在定中呢 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把这个甘露啊 送给他喝 一喝之后呢 他辩才无碍 开智慧 读中进路一百卷 我们这个道场呢 有中进路 古人呢 把这个有名元首大师编的中进路 称为小藏经 怎么说呢 他把各宗各派的重点精华 都收入在一起了 所以分量很大 他老人家还有别的著作 即心腹诸 万善同归吉等 为为法聚 光照万世 这个为 为就是聚集的意思 法聚 是说法能造物 把它比喻为火聚 大家如果看心腹诸 还有万善同归吉 里面所讲的内容呢 都是劝我们大家 要求生 西方净土 那么这些书呢 应该要留头 他老人家是在七十二岁 坟香别作 坐托 西归 其他老人家走得也蛮早的 七十二岁 他怎么走的呢 坐着走的 智者大师呢 是西卧 所以这就是各自不一样 以上思德 先为肉身大师 法门龙香 这都是啊 在佛门呢 很有成就的大德 要解 为如是之人 始能彻底承担 净土法门 所以这些古大德啊 他们真正有这个资格 承传弘扬 净土大法 净是学人 焉得以世俗之见 而彼是净土也 这两句话呢 也是在警告我们现代人 怎么说呢 不应该藐视念佛法门 因为龙树菩萨 马鸣菩萨 智者大师 有名颜色大师 都是修 领佛法门的 都是求生基督世界 有要解云 故一生阿弥陀佛 即释迦本师 于五卓恶师 所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这个讲法 其他的祖师呢 都没有提到过 被偶一大师看出来了 所以释迦本佛是怎么成佛呢 原来他老人家也是念佛成佛的 他在把这个方法呢 传授给我们 今一次果决全体受语 作恶众生 这个果决全体就是念佛成佛 念佛法门很奇妙 他是因果不二 因中有果 果中有因 那我们现在念佛呢 要做到一向专念 不要再夹杂其他的法本 老老实实 莫执念去就好了 同时呢 他也是乃诸佛所行境界 这个不是凡人之乐 是诸佛如来法身大事的境界 他们的日常生活 后面一句话我们要重视它 唯佛与佛能究竟 非久戒自立所能信结也 念佛法门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而里面的理跟事啊 太高深了 太高妙了 谁才能够讲得清楚呢 是唯佛与佛才能够说得明白 八地以上的菩萨 虽然他也享受到这个念佛的乐 但是要请他解释这个道理 他也不能够完全讲得那么清楚 只有佛呢 才能够说得这么样的 明了 所以呢 我们久戒众生啊 如果没有佛力加持 怎么能够相信 怎么能够理解 怎么能够做得到呢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今天上这一堂课 如果没有佛力的加持 我们根本讲不出来 我们根本也听不懂 这讲真话 下面是念那所讲的 由上可见 念佛法门 实施无上生妙之法 说到无上生妙之法 广义来讲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法 全都是无上生妙之法 那这么多的生妙之法 哪一法又排名第一呢 念佛法门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 上上跟人学他 可以成就 那下下跟人来学呢 也能够成功 所以说他妙 真的是妙到极处 唯有上跟方能 指下承当也 凡是能够 指下承当的人 都叫做上跟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个就是指下承当 一句弥陀念到底 真正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种人呢就是上上跟人 他往生到极乐世界 决定是大车大 再看第四段 有本经菩萨往生平约 十方世界诸佛名号 即菩萨众当往生者 但说其名 穷解不尽 你看 讲到佛的名号多不多 太多了 那么往生大众呢 也是无量无边的 受菩提祭品约 由于此法不听闻故 有异菩萨退转阿尿多弩 三妙三菩提 这个是第四十四品的经文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菩萨会退转阿 因为他没有缘分呢 遇到念佛法门 假如他有遇到念佛法门 他就不会中途退转 其实我们也看到 这边当地的同修 你看 有些同修呢 他也知道这边有法师讲课 他也来听了一下 听了一下怎么样呢 听几堂课他就不来再听了 为什么他不来听呢 我们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这个助解对他来说呢 有深度 他听得不太容易懂 他听不懂呢 他后面就不想再继续听 这就很可惜了 他就没有继续的深入 但是还是有些同修呢 他就跟我们私下讲嘛 前面听的三遍了 真的都听得不太懂 现在听第四遍了 就比前面的三遍 就更加懂了 就好像挖一个坑嘛 是不是 你要挖一个坑 不可能一 出头下去就马上个坑跑出来 哪有那么大的可能呢 你总要多挖几下咯 是不是 要费点劲啊 中途而费的人 那是非常惋惜的 所以我们要呢 一直保持熏修才是 下面是另外一部经 又如来不思议静界精云 菩萨了知诸佛 及一切法皆为新量 得随随 得随顺人 或入出地 舍身 素生 妙喜 世界 极乐 静佛土中 这里讲到菩萨很了不起 他们能够了知 了就是明了 知就是知道 知道呢 一切诸佛跟一切法都是怎么样啊 唯心量 什么叫心量啊 这个话我们常常提 下面就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上册 192页 参考资料上册 192页 大家找心量 那悟生要跟大家汇报的内容啊 跟这个参考资料里面有点不同 我们对照着来看 为心起妄想 对外境起种种度量 此为凡夫之心量 如来真正之心量 则远离一切所缘能缘 而助于无心 这是佛呢 在《愣且经》上所讲的 这些话都告诉我们 一定要把心量扩大 我们以佛为标准 佛的心量多大呢 所谓的 心包太虚 量周煞结 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众生呢 本来都是这么大的心量的 跟佛没什么不同 那现在为什么又有所不同呢 因为我们第一个 就是心里面有我 这个概念 有了这个念头啊 我们心量就缩小了 大心量就不见了 那么在后面呢 这个小心量就做足 导致我们不能够出流道 小心量 执着阿里也的相分 这个一分呢 就是指我们现在的设身 以为这个设身就是我 这个错误的看法 导致我们生生世世 不能够离开 轮回 其实我们对于我 也不了解 我在大圣经里面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有两个意思 最重要的 一个是主宰 一个是自在 现在我们这个 心呢不能够做主 现在我们是什么 在做主呢 是忘心在做主宰 而且这个忘心呢 分分秒秒 刹那不住 那大圣经上常讲一句话 决心不动 决心有主宰 决心有自在 一旦迷了 就没有了 明了是生灭心 明了的现象是波动的现象 所谓的前念灭 后念生 接着呢 又灭又生 生生灭灭 那不晓得多少次了 如果没有读大圣经典呢 我们真的不晓得 为什么要来投胎 也不晓得自己死了之后 再去哪里报到 真的在六道里面呢 自己的种种情况 完全都不记得 所以佛教我们大家 要觉悟 要能够离苦得乐 真正的乐是什么呢 念念想到 为别人 那个我们凡夫常常在受苦 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呢 因为我们念念都想到自己 所以学大圣佛法 就把我们这个小信量啊 一下子就拉开了 像诸佛菩萨一样 这是讲到信量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诸解 这里说到呢 菩萨们他们都了知诸佛 及一切法皆为信量啊 所以一切法呢都不离开心 而且菩萨呢 他们都得随顺人 普贤菩萨十大愿亡 是每个菩萨都要必修的 其中有两条就教我们大家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我们要看清楚啊 是说我要恒顺众生呢 不是说众生要随顺我 现在我们变成什么呢 都是要求别人随顺我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没有大福报 谁听我们的 不信的话您站在门口 站在我们这个道场的门口 对任何人讲话 叫他做什么他听不听呢 他不但不听 他看得我们还很奇怪 是不是我们头脑有问题 每人甩我们呢 哎呀你看现在人的福报 就太小太小 古时候的人呢 福报大的像皇帝呢 他说话一般人都听 那我们自己啊 要学习菩萨们 能够恒顺大众 只要他那个事情都不过分 都能够随顺他 我们心里面呢 只牵挂一桩事情 就是练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这世界是都是假象嘛 何必当真呢 何必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后面还讲到这个境界了 或入粗地 这个粗地就是指的欢喜地 学佛嘛 就是希望自己得到真实之力 学佛的人 他一定是得到了法系 绝对不说 越学越痛苦 越难受 一天到晚是个苦瓜脸 哪多难看啊 是不是 那我们要学吗 就学的像哪个菩萨呢 弥勒菩萨 你看弥勒菩萨那个脸 大家愿不愿意看呢 都喜欢 不学佛人他也喜欢弥勒菩萨呢 高兴嘛 舍身树生妙喜世界 极乐敬佛土中 这些菩萨呢 都是发大愿的 要生到妙喜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真正的把这个方法 学通了 理论也搞明白了 他一直念下去 那真的是心开一截 自自然然呢 就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下面是莲词大师所讲的 弥陀书超云 故知念佛菩萨之父 你看 这个比喻好啊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后面再具体来说 神域法身乃至实地始终 不离念佛 这是真正把念佛的功等 为我们指出来了 所以说 世间低等的好事是什么 就是念阿弥陀佛 您做什么样的好事情 都比不上 念佛求生希望进度 哪些众生念佛不间断呢 这里引用华言经上的话 实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所以在华言会上 初地到实地 当然也包括等觉 都是念佛不间断的 以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为代表 劝勉华葬会上的菩萨 都是求生西方净土 何德初心自足不愿往生 这都是在提醒我们的 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 初发心的菩萨 刚刚才遇到佛法的人 如果我们不认识念佛求生基督世界 那就太可惜了 假如这辈子 不能够念佛往生到基督世界 那我们有没有成就呢 没成就 所以后面念老就说了 可见净土法门正弃菩萨之基 哪些人是当基者呢 实地菩萨是当基的 再看第五端 由上可见 持明念佛乃果决因心之法 这句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的果决 我们现在发心念佛 这是因心 念佛法门是因果同时 因果不二的法门 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其体用 体是讲的道理 用呢是指的事项 只有佛呢 才把这个道理 把这个事项搞得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是法无上生妙 广深如海 这是用大海来比喻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 千万不能够小看的念佛法 不其中者 下根人浅游海滨 一己身在大海 并得海水浴之乐 如果我们走到海边呢 那一个下根人 他也想去体会一下 这个海水之乐 他可以在浅滩边游泳 这讲根基浅的 若欲深穷其底 则为赖上根立志之师 上山个人就是前面所讲的实地菩萨 他们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入到那个法海的底部 所谓的浅法底员呢 他们能行 若潜水工作者深入海底 这是把潜水员呢 比喻为实地菩萨 他们能够深入这个法门 方能知其身广之无量 大经上啊 佛常说呢 八地以上的菩萨能够深入精障 顾云专界上根 旁极以中下 你看这个法门 它所覆盖的范围呢 是上根 中根 还有呢下根 接着我们再看第六段 接着我们再看第六段 它是做一个结论 以上 以 丙 两说 文意 指同 第二种 第三种的说法 文字不同 但是意思呢 宗旨呢 都是一致的 恰似庐山 横看成岭 侧看成峰 大家有没有到过江西庐山呢 我们小时候是看过一部电影 那个庐山殿 但是还没有亲眼看过这个庐山 据说呢 在它的正面 你这样子看 它横着看下什么 像个岭一样的 绵绵不断的山脉 那如果是 侧面看呢 好像是一个尖尖的山峰 这样子 其实都是哪一座山呢 都是庐山 现象有差 本体是一 同样一座山 我们横看 竖看不一样 但实际上呢 都是这座山 所以说本体是一嘛 总之 只是这个庐山 故两说文字 虽 但西街 惨名 良徒导师 悲至无量 符会双圆 良徒导师 是指的释迦牟尼佛 还有阿弥陀佛 这两尊佛呢是达到了 佛 佛 会双圆 那我们现在是菩萨嘛 菩萨是什么 改一个字 佛会双修 是不是 我们要修佛吗 要修慧吗 那佛呢 已经是佛会 达到圆满了 所以 对于佛呢 也有这样的称呼 叫做二足尊 足就是圆满的意思 二就是指的福跟会 因此我们修行呢 不能够不修福报 也不能够不修会 所以 两者呢 都要来 把它达到圆满 言专阶上根者 善根成熟的人 叫做善根 也就是说 在这一辈子当中 他决定念佛 往生希望进度 这就是善根 说老实话 只要是生到极乐世界 都是属于什么 善根 纵然临生到 凡圣同居的土 那也是善根 我们这样讲过不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有经文做根据呢 什么根据啊 这无量寿经上讲吗 弥陀经上也讲吗 皆做阿维悦至菩萨 请问阿维悦至菩萨 是不是善根呢 他不但是善根 还多加一个字 善善根 大家有没有听出 悟生在夸您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不是一般人 都是善善根人啊 当然我们也不能太骄傲啊 我们只是把事实讲出来 正显如来之大智大会 从这呢 就能够显示出 诸佛如来的大智慧 它是圆满究竟的智慧 盖此净土法门乃弥陀 从真实之际之所开化显示 这里讲到这个净土法门的本质了 它是怎么样呢 是阿弥陀佛 住真实会 从真实之际之所开化显示出来的 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信 就是真心本性 念佛法门呢 是从心性当中流现出来的 智慧德项 佛用这个来开导教化我们 一般佛门有一句话说嘛 开示 这个开示啊 是佛在大众面前呢 做出一个修学的好样子 不但有言教 更重要的还有那个僧教 所以他把他所讲的内容呢 全都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大家听了之后 看了之后呢 由衷地佩服 故唯佛与佛乃能究竟 谁才能够体会到这个法门的神庙呢 这里又讲了一遍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呢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小看着念佛法门呢 那么佛呢 度众生 最适宜的方法 无过于念佛法门 弥陀之一圣怨海 六字鸿鸣 圆容俱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一生怨海 这是阿弥陀佛的真心 阿弥陀佛的本愿 阿弥陀佛用什么方法来接引大众到极乐世界去呢 就是念这句名号 而这句名号呢 是圆容俱德 圆满俱足 一切诸佛如来之万得 这句符号 是从阿弥陀佛一圣怨海里面流露出来的 细讲的话 是华严经 我们这部《无量寿经》呢 是略讲 所以这个符号啊 它是圆容俱德超勤离间 这是讲到阿弥陀佛的离 他圆容世尊所说的一切万法 圆容一切诸佛所讲的万法 所以念这句符号就包括什么呢 诸佛如来所说的所有经法 它也包括呢 一切诸佛无量功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念佛能够消遇一张快 道理在这儿 同时念这句符号呢 还可以超勤离间 其实这四个字啊 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也是经常会看到 超勤离间 超就是超越 离呢就是远离 情见 是指的烦恼稀气 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还包括他们的习气 我们怎么样超越他们呢 就凭这句阿弥陀佛 具体是 事理外 事事无外之 一真法界 具体就是全体的意思 名号 阿弥陀佛 它的全体呢 是理事无外 事事无外 这就是一真法界 这是大方广佛华言 故非思量分别知所能知 我们人呢就喜欢思量 也喜欢分别 好不好 很麻烦的 思量就是指的阿弥陀佛 第八识 分别呢 最主要是第六识 再加个执着 净土法门 绝对不是我们凡夫啊 去想 想不出来的 越想越糟糕 它也不是呢 语言文字 知所能及 它也不是语言文字呢 所能够表达出来的 所以阿弥陀佛 名号的异地啊 是无量无边 无穷无尽的 佛呢 讲上无量劫 都说不尽 说不完 故云 非九戒自立 所能信劫 对于 弥陀名号的理根式 也真的是只有佛 才能够为我们 说得清清楚楚 那我们九法皆众生 想要体会到这一点 想要能够得到真实之力 一定要请佛呢 加持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呢 能够相信一分 能够理解一分 能够行一分 能够证得一分 都是佛力的帮助 当然您的心悦真诚 得到的感应呢 就越发的殊胜 所以当年李师公就说 学佛抓住四个字 很容易 得到真实之力 哪四个字呢 至诚感通 我们跟阿弥陀佛感通 也跟呢 一些诸佛感通 怎么具体做到这一点呢 要效仿 永密严寿大师 那个念佛的功夫 大家还记得吗 他每天念佛多少生啊 十万 我们先 先不要求那么多 我们先从多少万开始呢 一万开始 慢慢加 一万到一万五 两万 两万五慢慢加上去 这样比较好 不要一开始就十万 纵然你能够达到十万 也练得蛮辛苦的 一下子定的太高啊 人如果后来做不到 他就容易退行 拜佛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能够一下子拜到三百 我们先从多少拜开始呢 三十拜 三十拜总可以吧 您可不要说三十拜都做不到 那我们都快昏倒了 是不是 三十拜 三十拜大概六分钟就拜完了 您觉得不可能 连六分钟都没有吧 这个我们怎么都不相信 喝杯咖啡都不止六分钟啊 跟人家聊天 聊那么久 有什么好说的 都是是是非非的话 应该好好念佛 好好读经吗 念拜佛吗 好 下面说 行人若能于此 无上甚深为妙之法 烧生信结 其人必是上根 故云钻结上根 说实在的 我们这一辈子 如果没有遇到佛法 我们跟一般人还不是一样 都是绝不迷的 都是追逐我明文利养的 都是在生生死死 死死死生生 没完没了啊 我们就不晓得这个世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摆在面前 都不认识他 任何境界 现在眼前 都是金刚经上所讲的 梦幻泡影 所以呢 唐朝时候的勇家大师 讲了一句话 这个在正道歌里面 我们有看到 他说 梦里明明有六驱 就是六道 绝后空空无大前 真的我们现在在做梦啊 就算是白天 白天也在做梦 白日梦 晚上呢 晚上也做梦 那 从六道里面出去 是不是真正觉悟了呢 觉悟了少分 阿罗汉从六道里面跳出去了 但是他还在哪里呢 他还在四圣法界 他还要继续地超越 前面讲的超情离间 他还要继续突破 还要放下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以及呢 无名的习气 到最后 回归到长极光 那才算是真正的觉悟了 你看那个觉哦 越往上面去 境界越殊胜 同时如来 从真实慧中 开言此法门者 欲慧众生真实之力 地理確切呢 如果不是遇到真正的善之事啊 我们 碰不到这一部 《无量寿经》汇集本 也看不到黄年老所写的这个注节 也听不到事物上人所讲的这一个波金机 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辈子遇到念佛法门的机会 要认真念佛 故此法门必方便旧经 普批三根 佛的这一个方法 它真的是方便旧经 方法很简单 很容易修 没有那么繁琐 众人不懂 连阿弥陀佛怎么写都不会写 也没有关系 早念就好了 您只要念到 古人所讲的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决定成功 到后来暗和道庙 自然就念通 自然就心开一戒 心开一戒 说到白一点 就是开悟了 什么都懂 普令现在 在当来一切烦于着恶众生 这就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是凡夫 而且造的恶业挺多的 这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 西登彼岸 西就是全都的意思 全部都能够升到西方净土 一个不落 故此 圣身之法 富佑 庞吉 中下也 前面说 这个法门 可以接引上根 也同时接引 中根 下根 下下根 也有分 第七段 是大院的核心 这是讲到第十八院 至于 为此为 专皆凡夫者 盖献 如来之 大慈 大悲 这个地方的如来 就是指的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的悲心 敏切 世尊怜悯 莫是凡于 葬身苦重 乃发 无上 红身大怨 故号 怨亡 我们大家不是常常参加三世信念吗 三世信念最后一个大战叫什么 弥陀大战 弥陀大战就赞叹阿弥陀佛是愿亡 所以阿弥陀佛看到我们这种 葬身很苦 在六道里面 生生世世不能够处理 受尽折磨 所以他在考察 调研 十方诸佛刹土之后 经过五节的修行 后来把极乐世界创建好了 这是我们要很感恩的 大院之核心 乃第十八院 这个我们留在后面 第六品再来细讲 下面稍微简单说了一下 文曰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这个名号就包括阿弥陀佛 也包括这部无量寿经会几本 也包括这个注节 也包括波金基 至心信要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真的从今天起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之后 心里面只喜欢一桩事情 别人就不要再喜欢 喜欢谁 喜欢念阿弥陀佛 喜欢求生希望净土 这个好 那我们念佛呢 如果是非常非常忙碌的话 您就修这个十念法 古人有这个十念法 那近代的印光大师也有十念法 我们师父上人呢 也有一个十念法 您看哪一种 看自己的实际情形 后面也是经文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为处逆诽谤正法 做到前面经文所讲的 决定能够得度 如果 这个人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就说呢 我就不成佛 当然他已经成佛了 那证明这一愿呢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也是真正做到的 后面还特别提了一桩事 为处侮逆诽谤正法 哪一种人不能够往生呢 照着侮逆罪的人 诽谤正法人 他就不能够去 这一点呢 在后面第六品 注解当中 也有详细的说明 那善道大师呢 提出他一种说法 众生如果在生前 有造作无利 食恶 甚至于毁谤 这个正法的事 但是他在临终之前呢 忏悔了 知道自己错了 赶紧呢 忏悔 赶紧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呢 也愿意 接引他到西方净土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阿弥陀佛的心量大了 不是说你批评我 你毁谤我 我就不带你过来 没有 那佛为什么又这样子讲呢 是告诉我们 造这样的罪 那个将来的果报 是非常重的 多重呢 多到无间地狱 所以佛这样子说 是提醒我们 不要这样去 犯这个罪过 下面是念老所讲的 盖生死凡夫 迷心逐境 沉沦苦海 我们呢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就是生死凡夫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无数次了 我们呢 是迷心逐境 这个境就是六成境界 沉沦在苦海当中啊 海水是什么味道 苦的吧 用它来形容什么呢 比喻六道轮回 我们在六道里面呢 真的是头出头目啊 好不容易离开三恶道 到了三三道 叫头出 好像有人游泳一样 他把头浮出水面 吸一口气 头出 然后呢 又把脸呢 浮在水面下 这叫头目 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在三善道的时间 短 若无此十念 毕生之大愿 众生何有得出轮回 真的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 发这个十念毕生的宏愿 我们凡夫凭什么 这一辈子 可以脱离六道 处理施法界呢 找不到别的方法了 所以在末法时期啊 真的是 唯有这一个净土法门 能够使我们大家 通通都可以啊 顺顺利利地 超越 这个 生死 这个 十门开启啊 真的是非常重要 他把这部经的重点呢 都给我们指出来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空啊 多看一下 这个十门开启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不学悟生 初习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 诸位大德 与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五 都 Creating a 我 南 降 和 弹 Tek as banc journalism 你 你 defined 这边